克罗地亚以6比5的比分击败东道主俄罗斯,挺进世界杯四翔,这,也是克罗地亚世界杯历史上取得过的最好成绩,战士胶着,两队以点球大战决胜负,最后克罗地亚均显得胜,全场观众的目光,都聚焦在绝队功臣,门将苏巴西奇身上,他在比赛中拉伤了大腿,硬是拖着伤腿,扑出了俄罗斯对头号封巴斯莫洛夫的点球,打完整场,赢得胜利,如果没有他, 他,恐怕克罗地亚在几天前的八强争夺战就已经被淘汰了,同样是点球大战,他连续扑出丹麦球员的三个点球,成为制胜功臣,每扑出一个点球,苏巴西奇就会手指天空,向心中的一个人致敬,比赛结束时,他像往常一样脱下了队服,露出了里面那件批曲,十年来,苏巴西奇换过很多队服,但那下面永远有一件批曲,印着他已故至有的照片, 他一直在用这种方式,完成着制有纵横赛场的梦想,2008年3月29日,当时效力于克罗地亚甲吉联赛的苏巴西奇目睹了一个噩梦,他最好的朋友库斯蒂奇在一次拼抢中,头部撞上了场边的水泥护栏,救人啊,医生在哪里? 苏巴西奇第一时间冲到制有的身边求救,随后好友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了手术,邱斯蒂奇伤得很重,奇迹没有发生,2008年4月3日11点51分,这位克罗地亚的足弹新星离开了人世,小年24岁,几天前才跟自己约好要一起努力,为国争光的制有突然离去,苏巴西奇哭成了泪人,克罗地亚甲吉联赛 为了邱斯蒂奇推迟了下一场联赛,苏巴西奇为制有服了灵救,送了他最后一程,联赛中的所有球员都穿了一次一扭邱斯蒂奇头像的T恤,已是悼念,然而联赛很快继续,人们关注的焦点渐渐回到了球场 慢慢的,邱斯蒂奇被提起的次数越来越少,曾经挤满了人的灵钱,只剩下他本人的肖像,几件球衣和无言的花 苏巴西奇情绪低落了很久,他不希望智友被遗忘,可欣欣太多,智友却不会带回来 偶然间,他把眼光投在之前联赛统一印制的智友造面T恤上 我要用自己的方式,让你们永远记住他 从那雨后,苏巴西奇永远在正式的队服下,穿着自己特制的T恤 只要比赛结束,他就会脱下队服,那上面印有邱斯蒂奇的照片和他的球衣号码24 这一穿,就是十年,我们约好了要一起拼搏,所有的荣誉,有我的一半,也有你的一半 一个人背负两个人的梦想 苏巴西奇很努力,他成为克罗地亚国内联赛中数一数二的门将,颇受重视 28岁时,他踏出国门,来到上处凡以联赛的摩纳哥队 打拼了两个赛季,助力球队升级到法甲 年近30的他成为摩纳哥主力,克罗地亚国家队门神 丘斯蒂奇的肖像扬名世界,即使身在国外 苏巴西奇都会时常给自有的家人发句问候,仿佛自己就是他们的孩子 丘斯蒂奇的弟弟多米尼克举行婚礼 苏巴西奇在比赛结束后立刻赶了回去 他知道,若是丘斯蒂奇还在,绝对不想错过这样的场合 几天前,苏巴西奇成为单件世界杯点球大战中,铺点最多的门将之一 他表示,要把胜利献给克罗地亚人民,也献给在天堂的丘斯蒂奇 他与我们同在 今天,苏巴西奇又助力克罗地亚进入世界杯四强 智友的T恤,依然见证着一切 穿着这球衣,他就仿佛还活在我们身边 从来不曾被忘记 苏巴西奇在推特上这样写道 我会带着你走完你无法走完的路 永远爱你 永远的24号